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南方天气热呀 尤其是夏天 牛在田地里劳动 看到天上的太阳啊 就喘 到了晚上 天气凉了 牛找一棵树趴下 先向我休息休息吧 这时候月亮升起来了 牛一看见月亮 把它想像太阳了 不由自主又喘起气来了 这就是无牛喘越字面上的意思 那这是什么时候的故事呢 晋朝 晋武帝司马炎时代 有一个人叫满愤 官拜尚书令 这个人有个毛病 什么毛病呢 怕风 尤其是怕那种寒风刺骨的冷风 他告诉家里人 没事了 把那窗户都给我关上 尤其是他的房间 窗户永远是合着的 一年四季都不开 晋武帝司马炎 有一天 有人给他进现了一面琉璃屏风 什么叫琉璃屏风啊 琉璃啊 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玻璃这种东西 透明的 还能挡风 司马炎一瞧 哎 这东西不错啊 把它搬到这窗户前面 挡风 有一天 朝廷里开朝会 满愤也来了 晋武帝司马炎 一指屏风 哎 你就坐那吧 这满愤一瞧 好 耶 怎么了 心想 哟 这窗户没关呢 我 我坐在那儿 恐怕这会有点冷啊 陛下 呃 您 您让我 坐那儿吗 皇上说对 我让你坐那儿 司马炎心想这不对啊 明白了 满愤他怕风 满愤啊 我那瓶风是琉璃坐的 你看不见是吧 我告诉你 那儿不但没风 还能给你挡风呢 满愤上前一瞧 耶 还真是琉璃坐的 心想这下可闹笑话了 坐下来商议国事吧 这满愤一坐下来啊 就觉得刚才自己那儿局促不安的样子 有点可笑 先来个自我介绍 说 陛下 臣呢 就有如这个吴牛 见月而喘 吴牛喘月这个成语 由此就流传下来了 吴牛喘月这个成语啊 本来是说南方的牛 看到月亮以为是太阳 因为害怕酷热而喘气 后来比喻人 因为疑心而害怕 好了 这一集的大话成语就到此结束 我们下集再见